嗨,你們好,現在10月19日11點34分 指數跌了353點 正如我之前說,我叫大家拿著紅證保貨 這個對的,紅證不要平了 我原本說某個位置可以想想,但現在不要平了 因為市貨幣不好,市貨幣一直沒有新錢 就算有些錢想沽空了,想平回 其實比是沽空的,他也不會太急 他也不會太急去平回去 為什麼呢? 你看到耳巴的局勢正在升溫 他也不會太急去平衡 另外,美國限制那些晶片,Navidia 繼續下跌 另外,還有一件事,美國發薪債有問題 為什麼呢?因為他十年債升到4.93 這是很高的位置 至於按揭利率,他的按揭利率是升到8% 這些就嚴重影響了他的地產市場 地產市場不是獨立的,不是分開的 不會對銀行沒有影響的 也有很多人做了按揭的 這些完全沒有說過 美國是否一面倒很好呢?不是的 所以這些問題所在 還有就是Tesla 特斯拉的業績不好 新能源車就引發到新能源車跌 為什麼呢?因為面臨減價的問題 減價促銷的問題 而第三季,他們的每股盈利是下跌了37% 估計是下跌29.5% 更多一點,毛利率就進一步再收窄 去到17.9% 所以這些都不是好事 那道禽斯呢? 昨晚跌了332% 今早呢,場外跌了54% NASDAQ昨晚跌了219% 現在呢,場外跌了27% S&P也是,昨晚跌58% 現在就跌8點 那香港又怎樣呢? 香港又有香港的問題 香港正在放風 聽到港府在房地產辣椒那裡 就會有部份減 但是部份減都不滿意的 大家都是希望全數減的 為什麼呢? 你看到內地呢 其實香港是真的慢的 一件事都慢的 為什麼呢? 你看到引花稅到現在都不下跌 第二件事呢 就是地產辣椒呢 因為內地都已經是說房地產那裡 不是說減辣椒 是說怎樣可以支持房地產 不是去,反而是調回,向好 多一點的支持房地產 那香港那些辣椒應該全部減掉了 但是這些就是說 樓價,樓價不是這樣壓下來就可以了 因為樓價再跌下去 其實不是好事 我相信都會減的 但是那個時間有多快 這個是減了一個好處 就是說 穩住信心 股市已經不太行的 樓市都是一般的 但是再後面看呢 當然啦 如果你看多一年 那美國當然會開始減息 美國開始減息的話 那所有事情都會好 但是現在是一時比一時 那這段時間 就疫情過後了三年 是需要將很多的東西 就剔除的 令到它能夠經濟恢復好一點 那消費者的信心 各方面都會好一點 那這些都要做的 非常時期非常手段 那 那 看回我們看一下那個 指數 指數呢 就沒有什麼懸念的了 那都是向下 那為什麼呢 唐水菌唐魚嘛 沒有新錢下來 那麼 昨天 昨天和前天呢 那兩條片都講了的了 港府要做些什麼呢 就帶一些大的上市公司 有代表性的科技股啊 或者是 在幾大行業裡面呢 就做得好的那些呢 就帶他們出去 多些去推銷一下 他們的業務啊 還有香港的股票市場 那這些才是重要的嘛 那這些就是令到有多些錢 慢慢會回來 而不是呢 就只是說什麼激活 那些事情 激活回呢 香港市場很成熟的了 不需要怎樣特別 有什麼要激活的 那 那 這些是要做的事情 那 但是呢 看看圖 指數呢 就現在呢 就失手了 那 再落就17,000了 17,000之後呢 再失手就16,500了 那 看回保利加通道呢 那 那都是向下了 距離的中軸位呢 就開始又離遠了 那應該是向下呢 試回那個底部了 底部就是17144了 那這個就是日線圖了 那周線圖呢 那個底部呢 就是17128了 那差不多了 都是17,100 那 其實距離現在都是200多點而已 那 至於 Stochastic呢 就現在呢 就落到去 1.3和24 那 比之前呢 還要再低一點的 那 所以你說 會不會有少少少輕微反彈呢 很難說 或者都有 但是不多 那 至於 RSI呢 就還未去到低位 那 之前低位是37 現在都還是42 47 那 就是說都還是有機會 再低一點 那 所以整個日線圖 看呢 都是拉腳的 那 至於 周線圖呢 就 Stochastic 還未到底 RSI呢 就 RSI呢 RSI呢 就向下 都是未到底 周線圖很頑 那 所以呢 就 都 形勢都是一般 那 美股又怎樣呢 美股呢 你看回 那 所以大家小心點 不要再開美股了 美股就是靠那十幾隻 科技股呢 相關和汽車股 就撐著市 那 現在它不行呢 就都是 有機會進一步再下市低一點的位 那 那 你見到呢 那 那 如果我們看回 周線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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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之前都說過了 是不是 這個固然 穿了 這個都穿了 所以 圖就頑皮 這個周線圖來的 那 如果我們看回 NASDAQ呢 這個是NASDAQ的周線圖 如果是日線圖呢 其實就是一浪低於一浪的 有個下降軌形成了的 有個下降軌形成了的 一浪低於一浪的 那 所以 看回 就是 不理想的 那 NASDAQ呢 就 就 看回 看到 小 就 不好的 只不過3 你看看 1個趨勢 2個趨勢 3個趨勢 3個都跌穿了 所以 就 就 不是太理想 所以 在這樣的情形 底下 市都 會繼續 會向下 而且 你看回 顏色就更誇張 這個 這個是十年的債息來的 十年的債息 它現在已經去回 零七年的時候 那些情況 即是十幾年前 已經去回 那些位置 還要是這麼短的時間 這麼急的 扯上來 所以 是不太理想 所以 這樣的情況下 就 市都 仍然就 有 有些危機在 就是 看回 尾股 所以 大家 仍然都 要小心 你拿了 那些紅症 就不用平 用來補貨 用來補貨 如果 這兩天 好像聽我說 沒有 就不需要 急於獲利 因為 要補貨 而且 要買新貨 暫時 就 少些 而 看回 那個 技術走勢 看回技術走勢 來講 就 資金流 唯獨 是有 少少股票 是有些資金流入的 而 其中最明顯的 就是 小米 小米今天升1.2% 大市跌2% 它12.2%有支持 所以有小米的朋友 就拿著 不要走 因為它有突破 在這個情況下 就 相信它 會有更加多的空間 這個是 換馬 都是一個好的對象 你換下去 那你說 貴了 那不是的 越強越強 那我們是 買升不買跌 那 至於 安達 安達 今天 最高上過 96元 現在92元 斗嶺 安達 是99元 有阻力 所以這個有貨 也是拿著它 另外 那些會馬對象 之前說過 109 那些 華潤置地 這些位 29個多 又有直博 還有 那隻 那隻 保理 置業 現在下一個路四 這些就是 之前的較低位 這些雖然是低了 但是 都 有直博 那 比亞迪又怎樣呢 我們等 比亞迪 現在跌了7.4 250元 那 等它下回234元 現在不需要急著 那 234元 就是 第一個位 到時 看看市場 怎樣才決定 那 那我的短期通道 在哪裏呢 我短期通道 在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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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的息率有約6厘,接近8厘 市盈率只有5倍,業績很穩健 雖然市值不是很大,20多億 但因為它做的事是民生的事 政府的合約都可以有很多 未來三年都有保證,現金流又強 安樂工程也是另一隻,1.31 他們的成交不大,但這類股份是長一點的 至於內銀又怎樣呢? 內銀暫時經過了中央匯金賣完之後 升了一層之後就在休息 所以內銀也是等,等回回少許 回回少許,現在這個位置大概回回3%左右 我們才考慮 中央建隆也是,因為中央匯金支持著 跌得不多,息口亦高 這些都是好的股份 至於騰訊就300元穿了 這次穿了,我建議大家不要再短線撈底 都要先看看 因為它始終有外資,拿著貨 9988就坐了 好,新能源車跌倒下來 為少許你,全部都不能駕駛 因為他們除了理想,是稍微有機會賺錢之外 其他那些全部都不能駕駛 還有,兼且你小米都會做車 出來的價錢是便宜的 它會帶來很大壓力的 所以唯獨是看的就是看比亞迪 我們等機會 中芯是有大一點成交的 中芯的大成交位在19.8到21元 今天最低22元6號 中芯是有些錢流入的 昨天流入了1.8億 昨天,大家看看北水 那些指數的ETF 200,030,033,200,200 加起來流出了44億 即是說,證明之前北水買下的 那些ETF指數其實是輸錢的 由1萬8千多下來,也輸成千點 所以北水也是麻煩的 那些ETF指數是暫時 它們昨天流走 那北水流入的股份來講 裏面呢,主要看到的是 小米流入了9千多萬 中芯流入了1.8億 中芯流入了2.8億 中芯流入了兩億 中芯流入了兩億 中芯流入了2億 中芯流入也沒有大資金流入 而是持平的 這也是比較避險的 反而直播率的也是中海油 至乎昆仑能源 昆仑能源有少少钱流走 中海油有少少钱流入 中石油也是 总之三桶油内 857和883都是OK 但以883最好 135昆仑能源 这些位置是不怕的 至于康宁结税 根市回了一些 但之前的钱没有流走 这些便可以坐久一点 至于比亚迪电子 就跌下来 它的大一点的支持位 成交在35.5至37 今天最低是37.25 如果它接近35.5 到时看市场的情况 到时想买这只 到时才想 中芯会相对直博一点 便宜一点 因为它的估值也不算太低 中芯会便宜很多 所以 橫半导体没有什么特别 就在低位配回 手机设备股有少少升 但还是那句 来到这些位置 我们不想 至于那九只大的指数成运股 当然没有运行 事件不好 汇控60.8元有很大成交 如果那里跌穿便麻烦 大家要留意着 所以你说这些位置 当然是不要买 还有货便便走 走 有帮又回头 68.9很大阻力 如果它上得少少 但也不要买 有货的朋友便可能要捱 要捱过这一段 美团是122元很大阻力 308元是292元很大阻力 这些东西都没有钱流入 有帮有少少钱 之前流入过 但都停在那里 唯独是中移动有轻微 有少少钱流入 整个情况都是一般 所以慢慢轻瘡一点 等机会 一路都趕着 事件都是未得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心急 留意着 留意着 将来再低一点的位置 可能有机会 我会跟大家讲 大家趁这些时间就做功课 看定些才去出击 不需要急 有红症的 就拿着红症 我们保住有些货 SQQQ NASDAQ的造谈三倍 就拿了个恭喜 那时候都是不好的 未来这一两个星期 真的有机会再低一点 我们看着 今天讲到这里 有什么不清楚 或者想跟我交流的 就在电话那里 688-99-180那里 WhatsApp我 或者是WeChat 就是P-A-N-T-I-E-S-H-A-N 潘哲生的英文语音 你加我就可以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你支持 大家慢慢来 加油 拜拜 688-588-588-588-2211 还有1084-588-2211 你们看这些人 你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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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解释了